哈囉哈囉我是削弱貝 璐洛洛 前陣子介紹過的 《關離性百萬亞瑟王環》 終於是在這個月初 引來第一次大改版啦 這次改版可以說是 把許多人死去的回憶都喊起來了 因為這次改版竟然直接加入了 系列初代的 擴散性百萬亞瑟王的三位亞瑟 不只是一口氣就多了三個職業可以用 也多了包含專屬卡在內的幾十張新卡 雖然並沒有特別削弱舊卡 也沒有退環境機制 畢竟是卡牌遊戲嘛 所以整體環境依然產生了相當的變化 所以今天就讓洛洛幫各位介紹一下 這次《關離性百萬亞瑟王環》 改版的幾張主要新卡 讓你快速了解新卡的機制與強度 以及這次改版的重要內容吧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版本的更新內容吧 這次的更新除了新卡和新亞瑟外 當然也追加了第八張的主線 而如果你能通關八至九 那就可以發現一個很重要的新要素 擴散舊約 這個玩法若是有經歷過初代亞瑟王的玩家 應該都很熟悉 在這邊可以用原擴散的玩法去挑戰BOSS 你必須選擇專屬的擴散卡組 並選一個亞瑟進去戰鬥 且卡牌還特別設計了原版擴散 專用的擴散卡牌規則 值得一提的是 他還用了當初擴散的地圖和劇情呢 另外你也可以去活動 劍與王的對決中 嘗試一個從異界探索玩法 改過來的擴散大冒險 一樣可以使用自動掛機的玩法 但每次的探索都需要消耗耐力 整體玩法和擴散就約大同小異 可以從活動劇情和關卡 都會產出卡牌因子來合卡當獎勵 想要懷舊的玩家一定要去試一下喔 接著是遊戲也更新了兩個新的BOSS 其中一個是殘職的新BOSS艾菲 另一個是公會的BOSS斯卡哈 最棒的是 這兩個BOSS都有專屬的鮑依特效 相信善良的大家在打起來應該也會更帶勁吧 另外喜歡PVP 或是想發揮新亞瑟作用的玩家 也可以去嘗試一下新的2對2的PVP 聖劍戰爭 另外也追加了在主界面更換 包含三位新亞瑟在內的角色模型 以及更改共同界面等功能 當然新的通行陣和聯合作戰排行榜 也都更新了 這次的排行榜也多了排行獎勵的功能 多少增加了一點玩家的動力 這次的改版新增的三位亞瑟 都是初代的擴散性百萬亞瑟王的主角 分別是熱血系男主角劍術之城 有點傲嬌屬性的技巧之場 以及可愛的男孩指魔法之派 下面我們就姑且用劍色、技色、魔色來稱呼 他們每一個在這次的新王劍重名池內 也各自有了三張專屬卡 接下來的配置都先以練滿為前提來討論 那首先從劍色開始吧 劍色這次跟富豪亞瑟一樣 被分配到了坦直上 但相對於重視整隊和雙防 性能比較全面的富豪 劍色就偏門很多 是屬於專扛單體也幾乎不對隊友加成 但傷害相對更高的坦 他的第一張新卡是墨血型劍術之城 火屬性守護卡 效果是提高自身物防 獲得嘲諷兩回合 並根據連鎖數獲得2到5層的霸氣 只要超過4C 就能確保己方下回合加一抽 而且每分配到一層就加25聖劍能量 算是目前洛洛個人覺得最有用的專屬卡 畢竟不能像富豪那樣幫全體堆雙防 但你要做好坦克工作 最好的方式當然就是搭配全體嘲諷用臉去接 4C的發動條件也並不算高 所以這張有的話絕對是必帶的 再來是遠征型劍術之城光屬性物卡 全體物理傷害 還會附加當前物防到傷害上 隨著連鎖附加的物防比例會提高到最高200% 同時還會提高全隊生命力上限 數值是本技能傷害量的120% 這張卡在高C和增益下傷害和增加的血量其實不少 能增加到2到3000 但因為它有著高達5費的消耗 所以另一個用途就是吃準它同時是光屬性和物卡 剛好能夠契合劍色的氣卡聖劍技 丟掉幫全隊換雙防和傷害也是一種選項 雖然洛洛知道選劍色就是有顆想要輸出的心啦 但除非你能確保高C 不然為了讓你的隊友有點好印象 否則時候用聖劍直接氣掉比較有用 至於最後破冰型劍術之城 火屬性物卡就比較單純了 這是一張單體小刀 會打連續4次物理傷害 還會預先奪取目標物防3回合 奪取量取自於自己物攻的20% 這4次攻擊都有75%機率賦予一層裂甲 同時還會對目標造成一次100%物防的固傷 如果對方低了5層裂甲 就能提升這個傷害到200% 傷害不低的UR 但畢竟是打固傷 PVP的用途還是大於PVE 但整體來說依然算是值得帶著的卡 那光看這三張專屬卡 其實應該大致就能看得出見色的特性了 所以剩下卡組的挑選其實也不難 例如大家熟悉的盾法和橄欖石 超模等級的烏沙哈和馮德坦恩都是好選擇 剩下可以考慮艾菲梅芙來堆點物防 再帶一張複血型酷秋菱 嘲諷的循環應該就算是相對完美了 最後配上234性命絕對能有夠高的硬度 多少想打一點就換成123 反而是幾張新卡都不太契合劍色的特性 只是劍色要出去共鬥 對卡的練度要求不低 所以陣容不齊全的時候 還是不要拿出去考驗隊友的硬度吧 那再來是本次改版的版本答案 計色 計色是火風屬性 偏物理的輸出怪物 因為性命和卡片技能的配置 非常擅長多段輸出和暴擊 只要對手不是專門的高物防怪 他的傷害都非常爆炸 可以說左踢盜賊 右踹傭兵 現在計色就是輸出的唯一真神 那他的第一張卡是墨血型技巧之場 火屬性物卡 單體4次的物理傷害 施放時會先將敵方全體身上的 截體Debuff集中到目標身上 消耗自身5層的激怒 有一層就直接加10%暴擊和暴傷 而且只要你觸發一次暴擊 就會賦予目標一層解體 並額外造成目標一次100%物攻的固傷 然後包含先前被集中到目標身上的解體在內 沒有三層解體 這個固傷就會再提高自身物攻的20% 光看描述就感受得到這張卡的變態程度 而且解體和激怒都能靠性命輕鬆疊起 雖然打滿4次固傷還是有點麻煩 但傷害絕對是高的 再來是遠真形技巧之場風屬性物卡 同樣是單體物卡 效果是快速對敵方造成6次誤傷 如果己方身上有龍捲特效 最多消耗3層 每一層都會提高本回合暴率爆傷20% 也就是最高60% 那再根據你的暴擊次數 超過4次以上 每多一次就幫全隊多疊一層狂風 小於4次自己也有3層激怒 同樣是超級爆發卡 如果搭配富豪亞瑟上風刃和自己的性命 要轉出龍捲觸發增傷也並不困難 就算沒有要搭風刃也有不低的傷害 且能幫墨血型疊激怒 一樣是理所當然必帶 而最後一張破冰型技巧之場 也是風屬性物卡 是專屬卡中唯一的範圍物卡 造成全體一次物理傷害 同時提升本技能的暴擊率30% 隨著連鎖越高 對生命值低於5、6、7、80%的敵人 會造成額外一次傷害 每次暴擊都會增加下回合費用 最多加3倍 雖然一次次數還滿麻煩的 但夠高AOE傷害足以抵消它的缺點了 而要搭配好技色的卡組也很簡單 總之就是傷害疊好 靠專屬卡說出的邏輯 縫、德、坦恩、志願法解、遠真型愛妮多 逆境型艾莉克等等都是不錯的選項 也可以考慮帶艾菲和斯卡哈之類的來補充打點 另外雖然有很多傭兵會帶的泛用魔卡 但洛洛個人覺得魔法卡能少盡量少 畢竟要打魔法的話直接換傭兵會更好 那最後就是我們可愛的魔色啦 雖然造型上洛洛最喜歡魔色 但魔色定位的確有點尷尬 至於為什麼 我們來看它的專屬卡就知道了 首先是墨血席魔法之派風屬性支援卡 這次魔色專屬卡主要的賣點 能提升全體攻擊三回合 每一層連鎖就從兩層開始疊加一次影盾來疊悟房 同時還會治療全體本身100%魔傷的恢復量 目標沒有一層影盾這個恢復就加10% 沒損血的目標能拿到一層強劑 其他目標則能夠拿到兩層庇護和恢復 如果目標有五層影盾了 就可以直接轉成一層迴避 全體物攻對這次另外兩隻雅瑟提升很不錯 這張卡作為支援卡的CP值不低 第二張遠征型魔法機派暗屬系魔卡 也是全體魔攻卡 對敵方造成一次全體魔法傷害 則這連鎖會消耗3、4、5、6層目標身上的負面狀態 每消耗一層就能對目標額外造成50%魔攻的固傷 而每次消耗三層負面狀態 就會賦予己方全體一層夜襲 並治療己方一次 每次治療是自身魔傷的50%所以可以治療很多次 但老實講雖然有傷害 但這個治療量對比各機來說很普通 且在現階段的組隊需求中 其實沒有太多需要魔色來輸出的空間 接著是第三張 破冰系魔法機派風屬系魔卡 一樣是全傷卡 對敵方全體造成三次魔法傷害 總傷害乍看之下略低於遠征型 但這三次傷害都有50%機會能驅散對方的增益 而每驅散三增益就能夠用100%的自身魔攻治療血量最低的己方一次 如果目標的增益少於5層 那還會追加100%魔法傷害的固傷 反之則費用加1 算是驅散加群傷卡 比起可有可無的固傷 驅散效果老實講算是好用的 但尷尬點也一樣 這是現階段比起輸出 其實保命還是更關鍵的需求 所以這些相對尷尬的專屬卡 就造成了魔色的專屬卡帶式可以帶 然而對補血都沒有什麼作用 他的性命也都集中在堆積物抗上 所以如果遠征法解、烏沙哈三件套和Hibiki沒有齊全 那可能很難在共鬥中派上用場 其他的卡可能也要以驅散為主體 這樣才有足夠的輔助能力 但如果不打輸出 你們不覺得乾脆帶哥基就好了嗎 所以整體來說 現在7個職業的T表按照洛洛的想法和多人的實用性 應該是祭色、哥基、富豪、傭兵、劍色、魔色、盜賊 這樣的順序比較合理 而如果是PVP 那三位擴散亞瑟或許還能夠再往前擠一擠 但要強調這只是洛洛個人的想法 其中只有祭色應該是無可超越的就是了 以上就是這次的 觀禮性百萬亞瑟王環最新改版的內容 以及這次的主要新卡和配牌介紹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更了解新的擴散亞瑟了呢? 如果你已經了解透徹了 那最後洛洛這邊還要給大家一點小福利喔 這邊幫大家準備了幾組優惠折價券辦個小抽獎 想猜猜的話 請在留言中把洛洛留個最愛擴散亞瑟的留言 19號前留言的大家 洛洛這邊會抽出10名幸運的牌友 可以拿到這個折價券去遊戲內使用喔 如果用不到折價券而不需要抽獎也沒關係 如果喜歡這次的改版攻略 也希望你能幫洛洛的影片點擊一個喜歡 給我一個鼓勵 洛洛會繼續替日落們帶來更多的遊戲影片內容喔 也歡迎分享給其他對於 觀禮性百萬亞瑟王環有興趣的朋友們 如果是想支持洛洛的頻道內容 也可以點擊加熱鈕來傳播會員或是檢查感謝 這位親愛查 就喜歡這支影片給弟弟喜歡給予個鼓勵 目前每週的網站直播版更新影片 我是雪露露露露 我們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 按鍵